今天天氣還蠻好的 大家好久不見 超級久沒有發片 跟大家說聲抱歉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原因 就是想多休息一點 之後有小朋友會比較忙 所以想說現在 趁現在偷來一下 今天天氣還蠻好的 然後現在大概是12點 剛好12點 現在的房間還算蠻亮的 所以趁現在拍個 就是room tour 然後這隻房間 這隻房子還沒有完完全全整理好 但是因為還有很多 就是需要花時間之類的 所以想說就慢慢來 所以今天先 大致上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家變成什麼樣子 首先這邊呢是玄關 我們家有兩個玄關 然後這個玄關基本上我們不太用 所以目前就是把這邊 當做是 有點像 儲藏室、收藏室一樣 就是亂放一些 不太用的東西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 大家應該在我之前就是 看房子的時候 看房子的影片 就是有介紹過 就是我們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對 然後轉過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這邊就是 廚房 對 大家有沒有印象 之前是長這樣子 其實這邊放的東西 白色跟之前房東 做的白色其實差不多 因為就只能這樣子 然後目前我們這邊是 擺了一張餐桌 然後之後 那邊會再擺一個就是 我的料理台 但是因為 我很想買一個IKEA的料理台 但是 它的 那個 運費實在太貴了 所以想說 回大阪的時候再自己去買 然後 對 廚房大概就是長 廚房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它的收納空間很多 那不過我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都放的還蠻滿的這樣子 好 廚房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 簡單的一個廚房 我看一下燈好了 我覺得廚房有點暗 對 打開燈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原本廚房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 所以我們就 不是我們 老公做DIY 對 做了一個就是 這個 跟這個洞 就是 剛剛好的桌子 高度也一樣 然後下面的話 就是放垃圾桶 就是日本的 就是垃圾分類分得很嚴格 所以 我們家有很多個垃圾桶 這邊是兩個 不對 這邊 好這邊是三個 就是 放可燃垃圾不可燃的 跟 就是那種新聞報紙之類的東西 然後外面還有就是 平平灌灌玻璃什麼的 但主要就是 比較多的話就是 就是這三個 然後 這個位置的話就剛好 以後就是 寶寶泡奶用的地方 就還蠻方便的 離洗手台很近 我早上晚盤還沒洗 所以忽視它 對 然後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這邊是IH的火爐 哇 火爐還蠻大的耶 很意外 就是跟一般的 就是瓦斯爐差不多 然後廚房的話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它下面的收納 跟 之前在大阪的公寓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邊是比較舊的 所以它這邊都是這種 開盒式的 就是 就是打開 然後是做這種收納 所以 很不方便 就是 如果是抽屜式的話 就會比較好收納 然後這種打開的話 你就是要自己去做 就是那種格子啊 或是櫃子 就是這樣子 像這個也是 就是 之前的公寓它就已經付好這種 就是 分類格子了 但是這個的話沒有 就是都是自己去買 對 然後 大小的話 我覺得很難找到就是剛剛好的 那 這個的話我是在宜家買的 然後其他就是 在百元店吧 對 就是 亂臭 它全部都是打開的 就是 當初我就是收納真的好難 不知道該怎麼放 然後 然後 下面收納大家就長這樣 都是 主要 就是 這個好像是 在亞馬遜買的 對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整齊一點 然後像這種 鍋碗瓢盆 也是 像這樣子 比較好拿 然後這邊它 有這種就是 叫什麼 後門 然後我們還可以 就是打開這樣子 通風 然後因為真的是還沒有地方放了 所以就是 在宜家買一個這種 鐵櫃 就是放我的鍋子跟烤箱 然後上面是 老公喝的東西這樣 然後它廚房上面還有櫃子 這蠻高的 我覺得 真的是個子小的人 超不方便 然後上面的話 我就放一些 盤子 然後還有 IH的那種火鍋爐之類的 然後這邊的話 也就是做一些 保鮮盒的收納跟杯子 有的沒有的 接下來它還蠻好的 就是它有這個 就是 Pound tree叫什麼 它就是 收藏植物的地方 還蠻大的 然後我剛剛寫我會放不滿 結果 放得超滿的 這個超方便 有這個的話就是 基本上 都可以往裡面塞這樣子 對 然後裡面蠻暗的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買一個就是 這種 燈 其實蠻亮的 所以它不會自己亮 如果比較暗的話 它就會自己打開 對 然後 看它上面還有收納櫃 下面也有 然後這邊的話 我目前就是 拿來泡咖啡的地方 所以就是 隨便放一下 然後 對上面就是放一些 我平常會吃的 維他命 然後這是老公的維他命 然後這是老公的維他命 那上面的話放一些 就是比較 沒那麼常用的東西 就是熱烤盤 跟那個 烤吐司的 然後它這個下面的櫃子 其實我覺得很 奇怪 因為它裡面完全沒有做任何收納的櫃 它就是一個 打開就是一個洞這樣 然後反正裡面就是也是放一些 一些 我現在是放 就是寶寶用 泡奶用的水 然後我們 反正也是一些 奶粉啊 跟老公的那些蛋白 蛋白銀之類的 這邊的話就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都是之前的一些 家具這樣 所以它整體的廚房 會比之前我住的公寓大還蠻多的 就是收納櫃多很多 而且它這邊居然還有冷氣耶 它冷氣裝在廚房 就這個還蠻好的 但是客廳就沒有冷氣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客廳 廚房 就是廚房 就是廚房 這邊過來就是直接是客廳 看它這邊很特別 它這邊全都是門 所以就是從任何地方都可以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客廳 開一下燈好了 感覺有點暗 它大概是長這樣子 大家還記得剛開始 來的時候它長什麼樣子嗎 就是我們主要把地板 地板的話我們是鋪木頭地板 是很便宜的那一種 就是因為畢竟這是租的房子 沒有辦法就是改太多 因為之後可能會有寶寶或幹嘛之類的 就是榻榻米太不容易保養了 很容易發霉 所以我們就會在上面鋪這種地板 這樣子 其實鋪上地板之後 整個氛圍變得還蠻多的 然後原本這邊是兩間和室 看這邊有格 就是這個不知道叫什麼 反正這邊是兩間和室 然後我們就把中間這道門 就是把它拆開 變成一間大的客廳這樣子 這樣就是比較有開放的感覺 然後這邊的話是收納櫃 就是原本也就是那種合適的收納櫃 然後我們也是把門給拆掉 然後用成窗簾的方式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大概都是放一些 就是平常比較常用的物品 下面的話呢其實 就是我們想法做成就是客房 因為之後老公的爸媽可能會來這邊住嘛 所以就是 對像哆啦A夢一樣這樣子 叫做膠囊旅館的感覺 對裡面就是放床墊跟床這樣子給他們 是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啦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呢 目前是規劃 就是寶寶的尿布台 可以看 因為它的高度其實還蠻剛好的 對這樣就不會歪腰了 然後空間也還蠻大的 都是塞一些寶寶的東西 然後下面的話呢 到時候也是會變成就是客房 不過目前就是 都還是寶寶的東西 還沒有完全整理好 這是我的代禪包 然後平常不用的話就是 拉起來就可以了 就看不到 然後因為其實裡面蠻暗的 然後一樣我們裡面都有 放這種感應的燈 就要用的話 就是它平常可以拆開當手電筒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把它吸在這邊 把它固定起來 對所以這邊大概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就蓋起來什麼都看不到 就會很整齊 對然後就這邊是之前 影片出現的沙發 然後桌子 然後電視 跟電視櫃就是跟之前大阪一樣 就是這樣直接搬過來 然後這邊就是我跟老公的電腦 這邊是老公的 這邊是我的 然後因為這邊真的晚上還蠻冷的 所以我們就是買了這一台 就是熱 電暖扇 它是吃燈油的 所以我們就大概一個禮拜或是兩個禮拜 去買一次燈油 往裡面灌這樣子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燈油 就是它比就是暖氣 會來的不容易那麼乾燥 所以還蠻推薦的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是客廳 然後剛剛有說我們家這邊都是門 所以看就是通的想去哪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走廊 然後走廊的最右邊這邊就是我們的睡覺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去看廁所 那我們直接從這邊打開就好了 這邊打開就看這邊是廚房 這邊是廁所 它廁所也很可愛 這邊就是 都有門可以拉傷這樣子 就是它這個房間啊 就是它這個家其實蠻舊的 但是其實廚房跟廁所都是新的 真是 還蠻新的 很喜歡 尤其是他們的廁所 嗨 它廁所的話 它的洗面台 還蠻大的 比大阪那個還大 然後下面有兩個收納櫃 就我們就是隨便放一些 就是平常會用的東西 然後下面就是放一些雜物 清潔劑之類的 對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平常用的東西 然後一樣鏡子打開之後 這是也超多收納的 然後接下來廁所 廁所的話也超棒的 它很新吧 而且它也是有裝 就是 就是 免制馬桶 而且這免制馬桶 比這些公園還行 就是會自己打開的 但是因為 為了省電 所以我就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是窗布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就是 換氣的地方 它會自動換氣 所以就變成這邊超冷 而且又有開窗戶 只要有開窗戶的話 這邊就超冷的 所以我們就目前現在是貼上那種 就是那個 防寒的 那種東西 等春天之後再把它拆掉 然後它收納也很多 然後 就是 滿滿的 就是 收納櫃 廁所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洗衣機 洗衣機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 大概搬家之後買的最貴的東西 就是這台洗衣機 就是不用曬的 就是 從頭到尾一次把你洗好 你只要折一折就好了 超方便 這是老公的最愛 它這邊也超大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超方便的 而且 它的那個貼 這個也超可愛 它這個不是磁磚 這是貼的 但是我就覺得 質感還滿好的 然後再來是浴室 它浴室化也是新的 我覺得真的滿方便的 而且比之前大版的還要大 而且我喜歡它的鏡子 是直的 這樣清洗就比較方便 之前光浴的是很冷 然後明明就幾乎都用不到 對 它這邊真的是沒什麼好挑剔的 要挑剔的話就是 不需要窗戶 因為窗戶真的很冷 因為窗戶真的很冷 然後洗衣機的部分的話 我們家是買 就是Panasonic 這除了 其實評價不錯之外 就是外表很好看的 然後旁邊這個小櫃子 細縫啊 就是這個小櫃子是在宜家買的 就是剛好可以塞進這個縫縫 然後裡面就是放一些 平常換洗的衣物 什麼內衣內褲睡衣 就放在這邊 就不用再跑去房間拿 滿方便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想要我們去 寝室 對 這邊是我們第二個旋館 我們都是從這邊進出會比較多 不過目前 就是也還沒整理什麼的 然後這個藍色的是燈油 對就是剛剛那個 電腦如果沒有的話 就從這邊灌 好這邊是走廊 就很復古有沒有 就是這種屏風 好房間的話其實沒有太大改變 因為基本上房間 我目前就是 真的只是拿來睡覺而已 平常不會出現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我的 梳妝台 現在基本上不太化妝 一個月一次吧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之後可能還會有一點點改變 再多做一些收納 好衣櫃裡面的話 其實還沒有整理 對看不到 然後 有了最大改變應該就是這個吧 原本就是這邊是一些置物櫃什麼的 但是因為真的不需要 而且會透風 所以我們就是拿窗簾把它全部擋起來這樣子 這樣睡覺的話就比較不會那麼冷 很簡單的一個房間 那這就是今天以上的room tour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們也是第一次住這種比較舊的房子 也是第一次自己住這種就是一個 就是住公寓以外的地方 從剛開始到現在我覺得 我們真的蠻累的 就是 掰 那個樣子 就是之前大家看那個樣子的家 慢慢變成就是自己喜歡的樣子 真的是花蠻多好心理的 好 現在屋內弄得差不多了 然後 現在我們就是慢慢在整理就是屋子外面 稍微大家看一下 今天外面天氣超級好 很像春天 超級舒服 嗨喲 熱嗎 老公他在就是那種庭院的東西 因為前進的還蠻冷的 所以他穿超多 然後說不知今天變超溫暖的 在這邊 這個房子是很多植物 所以這是要很要整理 然後像這邊 這個磚頭都是從 就是房子的最底層挖出來的 因為之前的房東可能就是沒有用就放著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可能會拿這個來做一些 庭院的佈置這樣 這邊都是庭院 對 就很特別 真的像在 鄉下坐 坐田一樣 然後 這個紅磚啊 原本是沒有的 是老公 自己鋪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從別的地方移過來的 原本以為他是蔥 或是 蒜之類的 其實應該是水仙吧 好像是水仙 他長得好像蔥喔 然後因為昨天剛下過雨 然後今天老公在翻土 這樣他春天就可以再多種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是原本房東種的 房東是很愛畫畫的一個人 所以他這邊種了很多玫瑰 現在的話 就這一朵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